張部長以及黃董事長 有請張部長 請部長 有請黃董事長 請部長 沒有 張部長 你好 幾個問題簡單請問一下 當然今天那個 我們看到一個新聞 我們的省次長 到越南去了 先前有一個新聞 什麼樣的新聞 就是您在去中國去參加 APEC貿易部長會議的時候 有碰到越南的貿工部長 請問越南的貿工部長 針對這一次 所謂513的事件 那個他怎麼跟你說的 只是說外面的報導 只是說他這個表示道歉 他是怎麼跟你說的 他是覺得 這個其實他是因為是 我們用英文交談 對呀 他是說這個 那你要用英文講嗎 還是 對 他說是 我記得他說那個 We are very sorry to see this happening 類似這樣子 然後他說這個越南政府 也很serious看待這個事件 我們當然我們是找他 不是在路上碰到 我們找他就這個事件 我們表達我們嚴重的關切 特意去找他 對我們特別去找他 那雙方等於是 因為在沒有事先規劃的情況之下 因為通常這種我們會去 去這個借一個 請幕僚先作業 會借一個會議室 會有這個正式的一個協商 所以在路上 跟很多 不是 去攬他 賭他 不是不是不是 黃委員聽我講一下 我是說正式的雙邊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book一個會議室 雙邊來協商 因為我們這個是臨時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 雙方的幕僚人員 去跟他約 我們立刻找一個時間 我們就在會場的旁邊 我們就進行雙邊的會談 對 所以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進行 那麼他也了解 我們要跟他談什麼 那麼所以 我除了表達我們目前的一個關切之外 政府的態度以外 對 我也給他一封 比較詳細的資料 跟信 同時我也請他轉交給他的投資跟計劃部部長 一封這個非常具體的建議跟關切的信 為什麼呢 因為貿易部長他並不管這個事情 他是管雙方的貿易 對 那我們台商的投資相關的投資保戰 是投資跟計劃部長 投資與計劃部長 這是一個部 這是一個部長 他叫投資與計劃部部長 是 那麼我們未來 對 他當然他不是貿易部長 所以他不會參加這個會 所以我們未來所有協商的對口呢 是 投資跟計劃部 不是貿易部 所以貿易部長 貿易部長 他基於 內閣的議員 首先他是說 比如說他這個局勢 他說這個事情很遺憾這樣發生 他的局勢 目前政府在權力的掌控之中 另外我們也跟他提18號的問題 他當時也告訴我們說他們不會讓18號的事情發生 然後他也會說有關的這個台商的問題啊 這些 最重要的關鍵 他們也會 基於政府的立場 會全力去保護 也會積極的處理善後 這個都是他很明確的表達 在你們對話中有沒有提到賠償問題 在你們對話中有沒有提到賠償問題 但是我的書面資料裡面有詳細的列出 我們後續需要處理的 包括請他們要建立這個對口機制 我們要依據雙方的投保協議 進行後續的賠償的協商 這個我們都有 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 岳方包括高層或者是事務層級的官員 有針對賠償的部分 有正式回應或私下回應 基本上 因為我是前天晚上很晚才回來 是的 那麼我們的市長今天才過去 那麼我們基本上是依據雙方的投保協議 來處理這裡面 本來就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有這樣一個機制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就是 先去掌握台商的狀況 而且我們要協助台商 做一些包括證據保全 包括有一些會計 法律的一些諮詢的服務 那麼同時我們就跟越南的窗口 要就後續如何去處理 要立刻把這個機制要規劃好 那我方現在的態度簡單說起來 是想要幫助台商來對越南政府 做一個P2G的一個法律訴訟 幫助他們請律師 幫他們做諮詢 幫忙他們做溝通 還是由我方的政府出面 來跟越南的投資計畫部 來做一個G2G的一個談 談出一個原則出來 再把這個原則讓他們去執行 跟做這個P2G的這個求償 應該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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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你要很清楚的這樣 因為我們投保協議 目前的投保協議 這個原則來後續再從旁協助就對了 對 好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要落實 但重點是什麼 審次長這次去 行程都還沒安排好 很多原先你們還跟人家公告一些什麼 要拜會他們官方的這個行程 結果後來可能基於雙方的這個默契也好 基於我們的這個國家處境也好 反正理由一大堆就把它撤下來 那你看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如果審次長去那邊 行程都是空的 除了去拜訪台商商會之外 其他的都是沒有行程 那你這不是像蝦子摸像嗎 蝦子摸著石頭過河嗎 也不是這樣子 不是 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次的行程有分兩部分 一個就是關懷台商的 剛才我提了 包括我們各部會的代表 以及我們法律跟會計的一些專業人員都去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跟越南政府 要針對這個接洽的一些 包括單一的窗口啊 還有一些這個後續協商的方式機制等等 這個要建立 所以我們先前人員啊 包括我們自己住越南的商務的人員 都已經開始在作業了 對 我們先前人員大概是在禮拜一就已經在現場了 所以很多東西啊 我們不是說在行前就可能就把這些包括要可能跟誰要談什麼 能夠這個 市長預計去那邊去幾天啊 對 市長去了以後回來應該會有 預計去幾天啊 今天去的話 大概三四天吧 大概三四天啊 行程安排的很滿啊 不是說不知道去做什麼 我希望 我希望是 因為我們越南當地的代表處 還有我們的這個 我們有商務 我希望是 市長是怎樣 見到想見的人 見到該見的人 而不是只是說去宣位僑胞 慰問這個他們的這個問題 然後到時候結果啊 對 還沒有一個 到時候回來還是說 我們都還在積極辦理中 這樣沒有用的啦 我想黃委員要了解 越南方面啊 跟台灣不管是貿易關係投資關係 很明確 其實很明確 所以越南政府的重視這個事情的態度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包括我在越南 部長 我簡單提醒你一個國際形勢 國際形勢的情形就是 中國大陸跟越南 現在這個 這個緊張局勢啊 越來越升高 然後他們已經把他們的這個 這個橋 這個工人要撤了 那他們的投資也不在計畫了 他們也要開始撤資了 然後這個 甚至於他們的這個遊觀光客 也不去那邊 不去那邊玩了 甚至於日本韓國 有些這個排名在我們前面的這些投資國 是他們對於接下來的投資 他們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所以越南對於外資 對於外商的這個依賴的程度 其實台商的這個分量又更增加了 這不是說 因別人的勢來力道 但是重點是 的確在台商可能很多 因為在越南投資的 特殊的這個形態 也就是說要降低成本的這種需求的形態 導致於 這個事實上一時之間還不容易 移到其他國家 包括移回來台灣 所以說在台商跟越方有一點 某種情緒 我聽到人講說是彼此 需要的情況下 越南應該可以 我們政府應該可以替 台商爭取到更好的條件 如果至少沒有辦法提 這個這個 越南目前只談到說 我可以降點稅啊 投資減免減少一點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坦白講 這個這樣子的成績是不夠的 不過 如果能夠提到 有具體的 我了解 不過那個 的成果 包括金錢的賠償 我知道 我跟 簡單一句話就好 很多台商現在 開始現在 我們復工 有些台商跟我們燒掉 根本就沒有辦法復工 其實我們要怎麼去跟越南政府去談的話 我們要看看我們自己台商需要什麼東西 不是說今天 每一個台商他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 有的台商他希望說你立刻協助我復健 有的希望給我減稅 有的希望給我金錢的補償 所以每一個台商他有不同的需求 我們如果不能掌握我們自己台商需求 我們去跟他談 談回來 結果台商說 我不需要這個 我現在的問題是哪裡 那這樣就不實際 所以為什麼我們分階段 要自己先把台商所有的需求能夠掌握 我們才能夠協助他們 代表他們去跟越南政府交涉 但是你怎麼樣確保說這個事情不會 曠日費時一直延宕下去 就是說我們當然不能急於一兩天 但是也不是 對 第一個我們會很積極 三五個月談不下來 那你就不會了 第一個我們會很積極 第二個 越南方面對於這次世界 對越南投資的影響 對越南經濟的影響 他們也非常重視 所以我不相信越南政府就這樣不管 這樣不是說只是 只是對台商而已啊 其他各國都在看 對 他們對於國際的這個整個行項 國際的整個這個這個 一個一個 rating 都會受很大的影響 是 所以我希望說這部分 我其實我也不喜歡在這邊說 你給個時間給他 但是我不希望說 這個事情一拖 一天一個禮拜 等到新聞的這個關注條例轉移掉了 就變沒事了 就不了了之了 過去我們曾經在印尼也是這樣子的啦 印尼在1998年台灣暴動的時候 死了一千兩百多個華人 我們那個時候的市長 叫林毅 林毅夫 林市長 那個時候講說我們跟印尼有簽投資保障行協令 結果到時候說我們要尋投資保障行協令 這個來求償 結果到時候是怎樣 零啦 所以我不希望從到這個印尼的覆轍 我想我們 我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一點 我們現在兩個工作都要齊頭並進 一個呢就是說 我們自己 你剛剛講的對 我們台商需要什麼啦 但是我們政府能彈出什麼啦 這也是很重要 了解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自己能夠協助台商 我們當然都會先做啊 不是說今天就靠越南政府來協助啊 當然 我們自己政府能夠提供的協助 我們我們就可以先做 那越南政府要交涉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那那部分呢 我們會用最積極有效的方式啊 去把這些事情能夠解決 好 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持人 小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